主料,饺子皮250克,辅量,蘑菇50克,五花满肉200克,玉米粒30克,盐3克,糖3克,蒸粉,生抽15毫升,芝麻油10毫升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准备后材料,五花满肉洗净切成小块,放入角洞里将肉搅成肉碎,然后掉入盐,蒸粉。 生抽一羽芝麻油一起拌均匀,再加入洗净,并且好蘑菇粒与淤泥,再一次拌均匀继成馅料,然后取一块饺子皮,放上馅料,捏成饺子的形状,放上在电用沙间的蒸架上,全部包好后,将蒸架放入包里,盖上盖子,隔水蒸20分钟,水沸后转中火则渴,蒸好即可出锅,趁热将饺子从沙间上移, 以免粘着沙间,烹饭技巧,饺子出锅,趁热将饺子从沙间上移开,以免粘着沙间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